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 就周末只有半天班 下班回家 我发觉老婆不在家 桌上留了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 午饭在亨条大全 第215页 晚饭在317页 罢工 奇怪 我想到罢工两个字 老夫佛了77岁 从来没有罢工过 对不对 来说话 你看 我是非常认真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子 师尊在台湾列藏室的时候 曾经患到患什么毛病 腿啊 轰瘤性组织炎 肿起来 你知道吗 轰瘤性组织炎 但是我每个礼拜六 还是到台湾列藏室去说法 灌顶的时候怎么办 想想想看灌顶的时候怎么办 你再想想看 献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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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椅子上 一只脚 跨在这个 上面 这个椅子上 脚肿的 跟米骨啊 米骨啊 那么大 米骨啊 脚肿的 蜂瘤性组织炎 开玩笑啊 如果他不削的话 那就是要忌断脚的 那给他一直上来 到心这里就死掉了 这只脚都肿的 脚跨在椅子上 这样子给人家献哈达 加持也是一样 从来就是 非常认真的 你看蜂瘤组织炎 多痛苦 多难受 医生叫我住院 我从礼拜一住到礼拜五 礼拜六 又去雷藏室了 台湾雷藏室 住院就只住五天 医生回来一看 怎么跑了 到雷藏室 打了一个老虎抗生素 只有才好 才有消退 一消退 那个医生就轻松了 如果打了老虎抗生素 这个肿还不消的话 那就是要忌断脚了 整个要截肢了 脚就没有了 就截肢了 在台湾天上是哭了好几趟 痛到哭了好几趟 脚好了以后 我们就近身的鬼伯说 他帮我医好的 真是 他叉叉的 阿弥陀恩 医生的 阿弥陀恩 阿弥陀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